尊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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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业 我们一般在盖房子的时候,我们楼板混淫土,若大家注意的时候,很多的工程来讲, 我们讲说建案也好,工工也好,就是说,混淫土只要今天我灌完了,明天工人就赶快上去试作了,绑钢筋啊,放药啊,磨管啊, 那这个部分,在尊业来讲,他蛮注重这个部分,所以我们在混淫土逛完了隔日,绝对不准人上去试作,完全做养护,所以我们在那一天会做杀水养护的工作 当然,因为我们有一些考量的层面,所以我们在时空的工期,每一个楼层的时间会多 所以说,也不是外面说,我们一楼,从十二天我就盖了,或几天我就盖了,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,我们一个楼层干了,贴数都15-17天 就是因为,为了做这个品质的一个文物 甚至于隔日,很多的工程来讲,我也看过,就说,今天玩意打完,明天啊,就是乔摩、柱摩才拆了,拆当拆了,我们是不准动的 一定要咬过,达到时间以后,才准拆了 所以,造成我们施工的时间,每一个楼层的cycle会增加 当然,对工程成本来讲,它是增加了一个,绝对增加了时间,增加了它利息的方面 那这点在综艺来讲,因为很注意这个部分 这个可能在一般人是不注意的 一般人可能是说,啊,我楼层几天啊,十二天啊,十天啊,而认为是 但如果不能说它不好,那可能跟它使用的模板数量有关 当然,如果没有增加模板数量,就马上拆谋它对结果不好 那我们这个因为增加了这个世界,对它的结果品都会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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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